那我們點的呢這個是抹茶白玉跟櫻桃乳酪口味 它裡面還有一些紅豆 趁脫它抹茶的抹味 然後紅豆的甜味又會搭配在裡面 它的白玉是比較有嚼勁有點Q度的 不是像軟爛的 它裡面有點像BOMB香的感覺 然後上面有一點薄薄的一層焦糖 那吃起來其實非常的爽口好吃 來跟著我一起唸一次 護衛街衣館 那你知道其實護衛街衣館 並不是紀念馬街的嗎 真的假的 歡迎收看今天好好說 好好說新北 我是凱希 我是榮叔 那我們今天來到淡水 淡水是全新北市最早發展的地區之一 那其實不僅保留了非常多特色的建築 那也留下了很多的故事 有很多影視劇組也有來這邊做拍攝群景 像是不能說的秘密 斯卡羅還有茶巾 像我們現在來到的海關碼頭 它其實就是國片 52赫我愛你的取景地 那海關碼頭是清零時期 各國簽訂天津條約所約定開放的國際通商口案 也是全台灣最早的對外貿易商港之一 那這邊你有看到除了保留一棟洋樓之外 那其實旁邊還有兩座日治時期所建造的港務倉庫 其實也是市定古蹟 全長150公尺的海關碼頭 其實當時有很多的商船都會來這邊做停靠 可以想像當時的盛況 但我們接下來要去的地方是紅毛城 那我們就往這邊走吧 在海關碼頭後方 我們就可以看到淡水紅毛城啦 這邊最早其實是由西班牙人 他們在1628年所興建的聖多明歌城 後來被摧毀之後 荷蘭人就在這個原址的附近 去蓋了安東尼堡 當時的漢人都會稱呼荷蘭人為紅毛 所以這邊又叫做紅毛城 後來荷蘭人離開之後誰來了呢 那就是英國人啦 英國人就租用了這個紅毛城呢 來作為他們的領事館 那就在這附近增建了領事官邸 可以看到這邊呢有九面旗幟 象徵了350年之間歷史的一個變化 那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呢 是前清的英國領事官邸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上面有寫著VR 1891 指的就是1891年官邸 他們修建為兩層 VR呢指的就是英國當時的女王 維多利亞女王 那在前期英國領事官邸旁邊呢 可以看到有一大片的草地 當時呢是作為下午茶跟晚宴的場地使用 同時呢也可以拿來打網球喔 像這種藥塞類的建築呢 在台灣來說呢 其實是非常稀有的 所以也是劇組呢 他們非常熱門的一個取景地點 像剛剛提到的茶津 跟斯卡羅其實都是 那在紅毛城裡面還有紅城小鋪 它裡面有賣很多相關的文創商品跟甜點 逛完古蹟之後還可以來這邊走走逛逛 那現在就讓我們前往下個景點吧 GO 沿著真理間四項走過來呢 這邊就是被稱為小白宮的 前清淡水關稅物絲關底啦 那小白宮呢其實是非常知名的 知名地勢建築 那它的特點有抬高地基 四周還有回廊式的涼臺 然後另外還有落地門窗跟煙囪等等的 那如果你來小白宮的話 一定要記得來看排列整晴的半圓拱門啦 當陽光灑下來的時候會非常的漂亮 所以也是熱門的婚紗攝影抽選之地啦 那我們接下來呢還有兩個點要帶大家去 但凱欣你現在肚子會不會有點餓啊 其實有一點了 那我們就先進入新北好好吃 那我們點的呢這個是抹茶白玉跟櫻桃乳酪口味 建議大家就是由外往內 然後由上往下吃才不會山崩 它的抹茶是不會苦的那種欸 很香 然後它裡面還有一些紅豆 配著吃的話很剛好 趁脫它抹茶的抹味 然後紅豆的甜味又會搭配在裡面 那我這吃起來呢是有點酸酸甜甜的 但是我覺得它的酸味跟甜味 其實都調的還滿剛好的 它裡面有點像爆米香的感覺 口感特別好 它的白玉是那種比較有嚼勁 有點Q度的不是那種軟爛的 白玉本身沒有味道 加煉乳之後才會有點奶味 它上面這個有點像是鮮奶油 但有點冰淇淋的口感 然後它其實奶味還滿重的 然後搭配櫻桃醬酸甜的餡 其實吃起來還滿適合 它餅乾非常的酥脆 你可以看到它裡面很多層 然後咬起來非常的酥 它沒有因為說它放在冰上面 跟著慕斯上面 它就變得比較軟比較爛 然後上面有一點薄薄的一層焦糖 那吃起來其實非常的爽口好吃 它這邊另外還有可麗餅 我們點的這個一個是 焦糖烤布雷 另外一個是巧克力的 超特別喔 它是一整顆的布雷 然後放在可麗餅上面 而且它上面這個烤得超漂亮的 它是一片 然後有點酥酥焦焦的 我覺得蚂蚁人會喜歡 很香濃 它裡面的奶油配焦糖 很順口很滑順 那另一個這個口味它是巧克力布朗尼 然後它上面其實是很像巧克力的慕斯 然後旁邊又放了一個布朗尼 它是軟的餅皮 它巧克力慕斯非常非常的綿 然後它吃起來其實不會太甜 稍微略帶一點點苦苦的味道 但是我覺得特別能夠平衡 它跟可麗餅的甜度 那這邊還有一個布朗尼 巧克力的味道非常的濃郁 巧克力的味道非常的濃郁 然後它吃起來其實有些布朗尼 吃起來會有點乾 可是它其實吃起來裡面非常的濕潤 口感都非常的剛好 它可麗餅真的很好吃 它裡面是不是還有放在球冰淇淋 我挖到還有莓果耶 而且是冰的 莓果滿酸的 可是因為它裡面有奶油跟焦糖 搭配起來滿剛好的 酸甜酸甜 真的好吃的冰品 然後搭配淡水夕陽的美景呢 真的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喜歡淡水的朋友都不要錯過囉 那我們吃飽喝醋之後 就趕快到下一個景點吧 Go 這邊呢就是多田榮吉的故居 多田榮吉是誰呢 它其實就是日治時期淡水區的一個街掌嘛 那就相當於我們現今的區長 這間房子的地理位置其實非常的好 從陽台看過去呢 就可以看到我們淡水的街景 以及淡水河 你有沒有聽過作家張曼娟 其實呢有一部曲自於海水鎮藍這部小說 投名的電影呢也是在這邊拍攝過的喔 那我們接下來就再出發去下一個地點吧 那我們現在的所在地就是台灣現代醫學發祥地 來跟著我一起唸一次 護尾街醫館 來到淡水呢我們就一定會提到馬街 馬街對於淡水的貢獻可說是非常大喔 那你知道其實護尾街醫館並不是紀念馬街的嗎 真的假的 是啊 它其實是紀念一個同樣也叫做馬街的一個船長 這位馬街船長呢 他從美國來到台灣 那在台灣離世 那他的夫人呢就發現說 他還遺留了三千塊美金的遺產 他就把這個遺產呢交給了馬街 然後交代他要好好運用這個筆資金喔 那馬街就運用這筆經費 建了這間醫院囉 哇真的是冷知識耶 是吧 那不如現在就讓我來考考你 我們來進行快問快答時間 第一題 淡海青軌是什麼顏色呢 水藍色從紅樹林站一路到坎頂站 都可以看到淡水河的美麗景色喔 第二題 淡水呢有四大的國定古蹟 你知道是哪四大嗎 淡水紅毛城 銀山寺 理學堂大書院 還有護尾砲台 那除了淡水的四大古蹟之外 你還認識哪些淡水的古蹟呢 護尾小學校禮堂 淡水日本景觀宿舍 還有淡水木下進來救居 那淡水的冬天呢 其實都是布滿櫻花的 那你知道哪邊可以看到櫻花嗎 淡水天原宮跟護尾櫻花大道 電影不能說的秘密呢 是許多8090年代人的青春 那也是周杰倫呢 他首部自導自演的電影作品 那你知道他在哪些景點去做拍攝呢 主要呢是在淡水泡台埔 那另外還有在代江中學 小白宮跟真理大學 我們可以從當地的建築跟文化 來了解一個地方的歷史 那淡水呢它其實融合古典跟現代 它有非常繁華的城鎮 那它有非常純樸的風景 有可口的美食 有雄偉的建築 在在呢 都為我們的新北增添了更多的風貌 那未來呢 也希望有更多的好聚能夠在這裡誕生 大家記得找時間來淡水走走喔 然後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拍攝景點的話 記得要到新北協派網站去做查詢喔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別忘記要按讚 訂閱加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 今天好好說 好好說新北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這樣 喔這樣好多了耶 舒服多了 我們這樣是OK的嗎 不太OK 那我們就一直側邊這樣子嗎 對對對這樣子 好 可是在龍鎖我這樣還是張不開 沒關係沒關係